那我們一樣就是去那個用門那邊去下載那個 y-e-on用門 你就看這個第一名的Foodstack STAR最高的這一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這一個東西 那它包含呢就是Express啊 GraphQL啊 那我先講一下它的整個架構好了 就是說它下載完安裝之後啊 我們會先切到LitDoc這個版本 它要做一個切換的動作要Check out 要不然它這個東西是沒有LitDoc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要先下這個指令Check out 到Branch去 到這個Branch去 是喔 那下這個指令喔 要不然它這個 像我的話我是看它的那個開始的操作步驟 它的GitHub上面有教學 我不曉得這樣子步驟會跟你的是一樣意思嗎還是 你看它這邊的Document 它有一個 這個 這個How to integer 這個 那這邊就跟你講說你的Branch要切到那個 這個東西去 喔 了解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它有好幾種版本可以用對不對 對對對 它有好幾種版本 它 總共好像 也沒有很多好像三個版本吧 看一下喔 它下面有寫 在這邊 在這邊 在這邊有三個版本可以用 那它 應該算四個版本 還有它自己一個版本 那它都加上這三個版本 所以總共有四個版本 然後 我們可能會 其實你下這個其實也可以啦 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OK 只是說我想要再多一個多鍋語氣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這個東西在這邊 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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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i對這個REDAS可能會比較有興趣啦 所以說它 我就把它切到有REDAS這個版本 沒有用原本這個 這個版本 原本這個版本只有REATE這樣 那 我就講一下它的前後端的東西好了 首先看到這個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它 它是透過那個Universal的那個概念下去操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套件 第一個這個沒有問題嘛 這個就是 EES6轉E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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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就是REATE的道件 這個是 增加UI的爽度用的 然後這個就 UniversalRandom這個 就是 到後端到資料 主要是做SEO用的 SEO 然後 ServerRandom 它的操作是用這個東西去 對他STATE做操作 然後 這個 這個部分就是語氣 多國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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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它是一般的Router 然後 還有 這個SquareStore 這個SquareStore 等一下會講一下它的 這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就是它是用 Histore去做一些 換頁的時候 監聽換頁的時候的Listener 然後 這邊是 Config Store 嗯 Config Store應該是在 這個 因為我在上一個版本沒有 這個我還沒有攻略 稍微攻略 那 它 字面上看起來應該是 CreateStore 類似那種 Dudas在用的 拆啊 這邊拆 是 Dudas 類似CredDudas 的CreateStore 做Store的最上層的環境 那 它這邊是 provider的部分就是說 它把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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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Score 滑到哪裡去了 你的監聽 跟 旅目的監聽 啊這個部分 它是為了 在你換頁的時候 它要做一個紀錄 是 紀錄的時候用的 那 嗯 Compone Compone provider 這個 就我的理解 provider好像就是有點類似 那種初始值的意思 初始值 然後 它 它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redux 它的包法是透過provider 然後 去包一個store 然後 裡面是app的部分 這樣子 就擺了 好 那 它這個 這個 哈鋁肉的部分其實是指說是在app這邊做哈鋁肉 這邊做哈鋁肉 哈鋁肉 所以說我們常常在講說裏大師為什麼可以做到說 我哈鋁肉的時候我的資料還在 就是因為它的store store是管理state的嘛 所以說它為什麼它的資料還都還會在 因為它一定會重新random 它只要哈鋁肉它還是會random 那它會跟上層要資料 所以它的store會繼續往下傳 因為你的store它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目前狀態的store 跟之前出在記憶體的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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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記憶體的store 就是要說 那個透過什麼immunable 那個 JS不是有一個特性 什麼immunable 應該怎麼進去 有點類似qFunction的那種概念 就是說它在retain的時候 它雖然是retain一個新的值 可是在記憶體它會把 舊的資料保留住 那這個上次Lario有講過一個東西 可以做測試 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 A 等於 V 然後 你對 咦 這個要怎麼做方理比較好 方學 A 傳入 一個字叫 XXX 然後 它是透過 retain yqrn 一般我們就是 透過 一樣回傳 XXX 去用這個方學 那你可能 中間可是你會 對XXX做一個操作 那你可能 用點點點 XXX 然後賦予它一個值 就是 可能做一個改變 叫做 5號 我不知道這樣寫對不對 然後反正就是這個概念 你這樣子 其實你這樣回傳回來的時候 你的AA的值就改變了 當下是改變的 可是 你在 記憶體的參考那邊是沒有變的 等於說 就我的理解說 它應該是 當下會改 目前的狀態會是 頁面上看起來是新的 可是你 如果 重新去查記憶體的話 它會把 你之前有做過的紀錄都保留起來 這樣 那這就是 Ridux的那個 基本的那個 Undo的那個 地方 的用法 我要這樣講對不對 那如果有錯的話 你就麻煩Larry 再幫我指針一下 嗯 然後 Larry 我這樣講OK嗎 你說 Pure Fountain部分 是不是 那或者 我是簡單講一下 因為Pure Fountain它其實 應該也是說 跟 也不是Ridux的創作 Pure Fountain應該是本身是在 Function Non-Programming的範圍裡面 嗯 它的本質上是 要講 你一個函數沒有副作用 那它沒有副作用的話 就是第一它本身 就是說你 Pure Fountain就是 你傳什麼進去它出來 就是什麼 是 不會因為時間 你數時間不同了 或者 怎麼說呢 怎麼說 原則上 你只要輸入Data 是一字的出來都是一樣 不管你在任何時間下的都是一樣 所以它這很重要 它就需要保持 輸入資料純淨 所以你今天 如果你輸入 參數 一定是A的時候 你就不 呃 你有一些一個值出來 但你不能動到原來 輸入的A的部分 呃 這個地方 你看看待螢幕分享給我一下 我還會講一下 嗯 等一下哦 OK 今天有两个function 这个是他出一个参数叫x 他回转的是x加1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如果把a输进去会多少 会得到6 但是a的话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那另外我看另外一个function 那今天的话我们再比较一下 刚才的话我输 这是6 然后a没有变 但是如果你今天输的是 BAR的时候 那你们预期他输来多少 这是多少 Bard function Bard function是在B行的地方 那a的话你可以看到前行就是a目前的值 应该是6吧 那James你约多少呢 好对 或者我先看 我看一下 因为他好像是会改变你传进去的值 所以那个a本来是5 那他回传之后a加加 所以就变成6吧 我看我是不是打出字 诶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要跑 是哪边做 对 BAR应该是 我有打错字吗 BAR 先看一下 哦 我知道没事没事 对不起 看一下 以这个来是 是例子可能不是的啦 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那个 我们用物件的可能会比较清楚 物件的部分 6array好了 今天有个array 等于 1 2 3好了 那如果重写一次 我们把array 的话 我们把 传送 return ay 其实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会把array添加 一个新的元素进去好了 所以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 这个地方可以吗 这是我目前附这个function的时候 它在回传原来的array 添加一个新的元素进去 但是它 是不会改变原来书的部分 好 那同样的我在做一样的事情 我先取另外一个 叫 br 的function 但我这边的话 return的话是用push的方式 做一样的事 那这差别只是说 在第一个 第一个刚才复的function 就是pure function 它并不会 改动到原来 你输入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 今天这个function 你用push的方式 去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 其实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它可能会变成123 35 但是 啊对我没有把 我没有把 我知道我没有把 植存下 但你会发现 你现在已经改动原来的array 治疗 就如果今天再输一次的时候 你原来输入的那个array 已经被修改过了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动 今天 我这边有什么地方有弄错吗 因为你之前讲都很顺啊 对啊 之前就 不知道是哪边有弄错吗 看起来是没有 应该是对啊 它每次就push 一种进去 对啊 每次都会push 一种进去 对啊 嗯 没错没错 反正就是array 其实 你这样做会修改到你的资料 这个就是 不是pure function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嗯 大概是这样啊 jams ok吗 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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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提一下 那这个部分是 为什么 它本身 它 pure function 它本身 因为大家 它主要诉求是说 你有一个尾 它是一个本身 它是一个状态管理的容器嘛 那它又有可预测性 它要怎么实现可预测性 它本身就是pure function 这个可以就保证你说 你在任何环境 你知道输入的参数是一样的时候 你都可以预期得到同样的值啊 那这对之后 你开发的话 在那个除错 或追踪它一些资料的时候 那是有很好很大的帮助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不好意思 刚刚没有开 我就是补充一下就是 它为什么叫做 那个 要可预其心 就是说 因为在react的世界里面 那个 它就是要stay 就是 你就是要给我stay 你不能给我其他的东西 它就会有问题 这样 对啊 可预期它是stay 对啊 可预期它是stay 然后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这一段啊 content的这一段啊 你会看到说 它会有一个settitle setmeta 然后 append data 什么这些东西 好像就是在改变的 那个网页的结构 有没有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点 你的连结的时候啊 我刚刚有提到说 它在做harrylow这个部分 那 它的harrylow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seo在前面啊 前面还有包含了一个seo的部分 那 它有什么meta啊 其实它是没有被做更改到的 它是你点下去那一页之后 它它去改变这个meta的 那它就是用这一段去update它 Polo可以提一下 那harrylow的部分 其实只有在开发环境用中产的使用 就你产品上线是就没有harrylow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啊 对对对 应该不是讲harrylow 应该我应该要讲说是history的监听 或者是harrylow history lesson 对 对 感谢harry的笔充 这个harrylow是上线就没有了 那这一段就是为了去改变你的 那个 那个 你有点点那个louter server端论等资料回来的时候 它去做update的动作 然后这一个的部分是载入语言档 5 6 7 然后provider的部分应该是讲 就是上面那个provider 那我们昨天有 其实有公列那个 一大个原作的那个影片啊 那后面的章点 其实它还有讲到provider 这个detail的部分 那 可能晚上如果有空的话 我们早上先公列这个 因为下午可能有事情 所以可能如果大家晚上有空的话 再继续公列 那或者是明天也可以 那我们把这边这一个 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restore score position 的部分 那它是说 你如果要载入history的时候 如果你就是换页的时候 然后 换页的时候 spa 换页的时候 sab 换页的时候 它把一些资讯载回来 然后 restore一些资讯回来 用的 那先记得就好了 那我这边的理解 这边也是增加UI的体验 UXUI的体验 就是让你 比如说你现在上一页下一页啊 你的画面就不要 便宜太多 类似的感觉 或者是说 它会把它移到最上层 这个可能就要再看detail的部分 那我只知道它是应该在restore 在你再换页的时候 它会去页页 然后它这边是在complete的时候 它就会去触发 它会去载入你的CSS的东西 这个跟上一个版本不太一样 这个跟上一个版本不太一样 我想说大致是一样的 因为上面就是 你绘制完 比如说你换页之后 它就丢入掉你的这个position 然后把你的CSS 换成新的CSS 也就是你的 Google分析的部分 这个就是有点类是SEO的部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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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Renders 做 SEO 的处理 那为什么人家说 它可以做到SEO处理 那就是在这个部分做出 好 那 它这个Renders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呃 这个就是那个 一本基本上的那个 REATE DOM的那个 最基本的写法 那它这边 一般这边是放STORE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点点点点 那就是要再去看一下它的 细部那个 那个处理 然后它这边有看到一个 ProcessElement 这个东西啊 这个就是你在你的 本集其实是可以下一个 环境变数 比如说你今天你想要让你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本集 下一个set 然后 打这个名声 等于 嗯? 为什么不行 呃 看一下喔 我点忘提这个要怎么打 但是有人有交过 嗯 不过反正它就是在这边做设定 那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本集端开发的时候 如果你是在本集端 呃 那个 等于 等于这个的时候 它会去抓你本集端的这个值 那你去想等的时候 它就帮你做Log 打印出Log 这样子 看你的STORE目前的状态这样子 好 那这边就是一般try try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正式就是把你的东西汇入进来了 那这个Component它会藉由 那个 Routing 的部分 再把它注入进来 在下面有 Component Component在哪 在哪 等于 谢谢 OK,James有做一個補充 那他是說,直接打這樣就好了 對對對對 那我來促進一下好了 嗯,本階段一定是那個 Evironment 這樣OK OK 是不是有大小寫的問題 他那個好像是說 沒有那個大寫的寫法 你剛剛那個Council Council嗎 沒有,這邊就是寫 要寫小寫 不能大寫 等一下,我先加一個 不是,就是前面 他現在報錯的是前面那個set OK 然後後面那個應該沒關係 還是不寫 還是不寫啦 沒關係 因為這個我也很少用到 不然就是用這個 沒有,他那個下面這一個行 他是說要放在JS裡頭 喔 可是我們 我上次又是這樣用 就設定好了 嗯,對阿 不過這個應該 稍後再查就好了 對阿 因為這只是一個 差錯的問題 那他這個Renton的部分 就是從外部 在觸發一個Lesson的時候 他會去觸發這個Renton 所以我這樣聽起來的話 就是這個Client.js 主要的目的是在於 Rent那個整個前端的畫面 對 然後就是先把那個Store的部分 跟他的就是這個程式做整合這樣子 確保說資料更新的時候 他整個頁面會重新更新 對對對 那他的切換的主要是在這一個地方 History的部分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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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特別的喔 他跟一般我們以前在寫網站的 寫法有點不太一樣 他是這樣 他用一個Preview去阻擋你的 換頁 那個 那個 看一下 這個連結的方式去換頁 對 但是他卻沒有 他這個是新購Page喔 他這個不是一般我們的 所以他可能把原本的那個Link功能就是去掉 所以他要下那個Preview Default 對對對 那他藉由 但是他還是有換頁啊對不對 他這邊還是有換頁 對他那個就是有點像 對 他去分析 應該說 他點的時候 他會改變那個History 然後順便會觸發上面那個網址的改變 沒錯 他就是監聽這個UnChange Local Local change就是在做你剛剛說的那些事情 對 他如果有Change的話 他就會去你的個人 把資料 所以他那個換頁那個 是假的 就對了 只是他模擬出了那個換頁的效果 對 他是在同一頁 對對對 然後就把那些換頁的資訊塞到你的University router 之間去 那其實Client這樣子都講完了 大部分就是像你講的那樣子 Client就講完了 那就接下來就進到Lauter的部分 這邊就是進去Lauter的部分 可是這樣子看起來就是 剛剛那個Client的部分 那寫法 因為他跟一般我們傳統在寫網頁是不大一樣 嗯 然後這邊的機制看起來 就很像後端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說他有Server Random的部分 Server這邊 對 因為他這裡是University Server Random的部分 他把後端的資料 撈到前面 所以他那個Call是會共用嗎 還是 還是分開 他的Component會共用 他的Component會共用 因為我看 我現在是不確定啦 就是說因為 一個是前端的資料 然後去 丟到那個Reducer那邊 然後觸發他Render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前後端如果是資料一致的話 那他能Render 效果應該是一樣的吧 你再講一次 沒有我是說如果 因為他 你現在講的是前端在Render畫面 對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理解的話 是不是就是 只要是資料一樣 那他Render出來的結果就會 是我們要的 只要是資料一樣 應該是說他所有的資料都是向後端要 要到算 他他那段就只要這樣子而已 前端其實沒有所謂的 共用元件的部分 他就是把後端資料 用ServeRender的部分 抓到前面來用 那前端可能有一點點的Call 可能是在這裡 可能就是這個地方吧 但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一定要先有 然後再去做替換的動作 謝謝 我再猜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你事後有在進行開發的時候 有發現講不正確的再跟我提一下 好 好 那其實可能還端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你就不用比太多啊 其實我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其實這頁連看也都不用看 看就對了 對 只是說也就一下他是怎麼運作的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講那個 Louter 的東西了 那Louter 的東西就是他把它切成一個block 一塊一塊的東西 就是在上面這邊 好 就已經模組了 模組化了 那他的 component就是 比如說你要載資料的時候 他是用 assence rf 型這個領域載入資料 那你看看這個是 index 是包含這全部的 所以說他要把全部的東西 全部都包進來 你反正你這邊有什麼東西 你就知道把這個 tooler這邊都寫出來 有哪些模組 你這樣子才能用 而且你這上面也要把它 import進來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這個home的這一支好了 這邊就是載入資料的部分 他也是用 放在這個 async和action這邊 那這個應該 就是回傳一個資料 然後再傳到home這個 component底下這樣 那home他是從這裡來的 應該不能說是component啦 應該是說 那他這邊有一個 那個action 剛剛那邊action有一個 那個就是 你說這邊嗎 對對對 這邊有一個什麼 graphicql 那個是 graphicql 就是 他這個我們前陣子有公約 他算是一個 那個 定義 schema 跟model的一個 東西給 那個 那個 react用的 然後 他是一個新的語法 那他有什麼功能 就是說 嗯 這邊我也順便講一下他的語法好了 很快的 因為這個還蠻緊的 這個部分他的目的是在定義model嗎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所以他是在定義model 他 他是類似長這個樣子 比如說 他是 你今天你的 你下一個query的語法進來 他會傳 你需要的json 那 他 他後面 你可能這邊 db是mysicco 啊 mangodb 啊 其他的penta page 不用管那部分 對 那 可是這樣換 中間那一塊是怎麼來的 就是 那個 graphicql server 對 對 他是一個server 其實我們的express裡面 其實就有了 他都已經幫你拔好了 他都已經幫你拔好了 是喔 在這邊有一個express grave cycle 噢 所以他在這一個peng 這個pengage 他已經裡面已經有 server 這個server 有 他的server就是在這裡 這是他的殺箱的語法 那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人形的url 蠻酷的 我們傳統這個recerver的url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要開很多的 傳很多的這種 這種網址給他 對啊 而且他的關聯詩沒有辦法 你只要遇到關聯詩的那種 你你就很頭痛 而且他的 你開越多這種 這種網址到外面去你的 風險越大 啊 啊 所以說那個 那個facebook 他們就把 greSQL 放出來 給大家去用 就是他們 其實是他們之前 是內部在用的東西 這樣 嗯 然後其實他的語法很簡單 就是他 我剛剛那張圖啊 前面這個部分是殺箱 第一到六張是殺箱 你可以不用架後面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完了 好 他去給你練那個語法使用的 嗯 那比如說你的語法 你用他的殺箱 在第二張這邊有 遇到一個殺箱 就直接把它拿出來 那就是他後端幫你定義好的一些 一些 你可以用的一些 Messor Messor 那你就是這樣下 你看他這樣子語法多簡潔 這是算 查詢嗎 對 這是query的查詢 這邊有 好 我們剛剛下的就是let's post 這一個 let's post 那我們也可以下post 好 他就把你全部都拿出來 那你也可以下 Wayson 你看他中間他有一個count的那個 資料有沒有 就是數量 對 你自己這樣寫 你看 然後你下一個5 5 5 比就好了 那你可以下 我想一下 那抬頭就好 那你可以說 我的let's post 裡面有什麼東西可以看一下 那我這些可以拉 那你可以拉那個 content 指定要哪些 對 哪些欄位 對 那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他有一個叫做關聯式的東西 就是這個os 他的關聯式的os 的寫法就是 你的os 比如說 id 或者是你想要插os 裡面什麼資料 你可以再點進去看 os 的name 這樣就做好關聯了 你不用再去 你不用再去 發一個 你可以去問另外一個API 直接 就不用 就不用 那東西真的是 真的是 革命系的東西 對 這對前端來說 是很方便的 可是 在後端那邊 他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會比較複雜 那 說真的 如果是 普通的 就是可能要從 前面開始講 可是 像你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 就直接挑到後端了 這邊 這邊 因為我們公約這個 花好久的時間 嗯 然後 後端定義的部分 其實他這邊有 定義兩種東西 一個是query的部分 一個是 mutation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 那個 後端定義的部分 就長這個樣子 其實也不會很難 就長這個樣子 那他可以 有 不是像這個的話 他可以 塞假資料 或什麼 可以啊 可以塞假資料啊 你看喔 因為我像我開發 我就會遇到問題 比如說後端還沒 還沒弄好 然後我 前面我就自己 要弄一大堆 Jason檔 而且也沒辦法關聯 那 那就是會很複雜 那如果是 透過這個工具 他可以幫我 做這些事情 當然你要自己 假資料你可能要自己生啊 但是他有提供 讓你 Local端的 資料的部分 這樣 啊 比如說 Graphle 部分 那 比如說我們今天 在做這個 Skin 碼的部分 他這邊就有提供一個 這個 Data的部分 他有漏進來 這個就是假 你所謂的假資料 喔 對 開發 開發時候再用 這樣 所以他的Data source 可以不限定是 資料庫 你也可以是 就是 Json File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子蠻方便的 對 對 對啊 那 其實他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Graphle SQL 其實就這樣就講完了 沒什麼太難的地方 只是要知道他的用法 對 對 他用法也很簡單 就是 你就是宣告 宣告一個東西 餵給他就對了 比如說你的Post 就是前面 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的File 會有的是什麼 這樣 那這邊resort 就是你要撈資料的部分 或者是要寫入資料的部分 就給他 放在resort 這樣 欸 那你現在介紹的這一塊 在剛剛講的那個 Fortech的環境裡面 也有設定嗎 但是他已經幫你包好了 你就 你要自己架才有這些東西 那他 第七章就會教你怎麼架 你要去clone這個 這一塊下來 那你要自己去 install 就是把殺箱拿回來 跟極端使用 因為你現在是用的 一到七章的話 是用網路的殺箱 所以說他沒有提供 讓你去define的部分 是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回到剛剛那個react的那個 開發 因為他裡面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對 理論上他應該也有定義 剛剛那些 就是 是 有 有 有 你剛剛說的那個在這 你說的是在那個 Data的部分 那他也有schema 你剛剛看到的部分 但是他這邊做的更細 他有把它給拆開來 到每一個 那個query去做 那這邊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地方 是一模一樣的 他就是 也是有news 然後 语法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是一樣 只是說他這邊到資料庫的部分 我剛剛有說resolve是到資料庫的部分 對對對 他剛剛是用假資料 那其實 資料來源不同而已 對 資料來源不同 那這邊就再去跟資料庫一樣 剛剛那個範例是用檔案的方式 所以他直接 對 對 用作的一個接生檔案 進來用這樣 然後這就是他query的定義的部分 你看他這邊也是一樣resource 然後這邊有一個是 比較不同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做query 或者是 就是 新增那個 mutation mutation 的部分 他翻譯成圖 改變 就是這個 mutation 的部分的時候 那你可能 就要自己下新增的語法 那我們在這邊講一下 他這一套fullstate 他是用這個 seqlize 這個 連線方式下去做資料庫的連線 那seqlize的話 他可以對 myseql msseql 還有 graveseql mariadb 去做 可是他就是不能對mangoadb 他只支援 剛剛我提到那幾套 所以這邊可能 因為他不是關聯式資料庫嗎 對應該是 然後 jmsseql for sql 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在用 然後 還有什麼 mariadb 因為沒在用 反正這幾套他還有ms7套 那他的語法也很簡單啊 他就是 你看他這邊的 把他一個 他支援那個什麼 seqlize 嗯 他的基本設定就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個 myseql的連線方式 myseql 然後 好像是 先打你的 帳號 密碼 然後 add 有一點忘記了 pb 反正這個 那個格是網路上殺得到 很簡單 就一行語法而已 然後你就可以用了 但是他有一個很強的地方 就是說 你改完之後啊 他會把你的model 直接建到你的database去 蛤 就是他有做migration的動作 蛤 他會幫你把你的model 直接做migration 蛤 就是會直接把model的資料 那個struck的那個 架構 直接幫你create 你意思是說你不需要在資料庫那邊 再一個一個建那些欄位就對了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好貼心喔 而且你如果你有資料的話 他就不會 不會把它刪掉 不會把它刪掉 OK 但是他跟lalaveo 比起來還是有差 啦 lalaveo的 資料庫的migration 這真的好漂亮 他有做到 時光回縮的那個功能 欸你看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嗎 沒有 對啊 這個是server的工具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那個 我是要叫bhp嗎 的意思 沒有開起來了 有說會當掉 這個是架站工具嗎 欸對 這是那個 就是類似的XMPT一樣 可是是在那個 在Mac上 對 Mac上用的 那為什麼你這邊 其實我覺得你這邊 可以用那個 用Duck 不是會比較方便 有啊 我有Duck 可是Duck 我還不是很爽 等一下你要教學一下嗎 沒有啊 我知道說 用Duck 會比較快 對啊 Duck是快 因為我們以前 公司用的是那個Vagram 然後Vagram的話 他很慢 因為他 他也是用Image 就是包含OS 下去 因為他核心還是Vitualbox 然後 檔案很大 然後又啟動又慢 然後 就 很不方便 嗯 他現在就是 有想說才 就是 改用那個Duck 那部分有使用 因為Duck 他就是用Container 嘛 所以他比較 輕量 事情也很快 對 而且你要加什麼 你就加什麼 上去 不過我也是不會用 不會 Setup 就是別人弄好的 會用 但是 還不知道如果要自己加東西 要怎麼加 哦 他好像是寫那個 Compost file 其實也還好 我有去 上 因為禮拜三有那個 讀書會 是 都知道他的運作原理 但是 沒有實差沒有實際上做 就是這樣 哈哈 然後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哦 這個就是他產生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他的那個 比如說你有LockerIn的功能啊 他就會把你記錄到你的資料過去 這登錄他都幫你寫好 你就不用再寫登錄那一塊 那遇設子這個範例已經有了 那如果你今天要加一個news的資料結構 你就直接加在這裡 加在這個model這個部分 你就直接給他新生一個news 這樣就好了 然後就copy他的直接 然後他資料庫就幫你寫好 你就直接改 這邊就改一下欄位 那你的 你的什麼都不用做 你的資料庫就幫你寫好 很方便 所以就是我們 這邊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用就是 就是json的方式去createDB裡面的data 對 這蠻適合前版的 對啊很方便啊 你不覺得嗎 就算我們今天不會 不懂他整個架構 我只要follow他的這個步驟 其實我就可以把網站做好了 對啊 對啊 那這個就是 這個部分 然後 Component的部分就是 嗯 Component他的APP是最上層 然後他有把一些東西組合起來 這樣 他這個應該叫做Container 因為 Container跟Component不一樣就是 他 他好像是有包含了 這個生命週期的東西 這個reator的部分 後面章節 那個 那個昨天那個影片後面有講 不過這個部分 Container跟Component 可能要再麻煩 其他的來補充一下 有人要補充一下Container嗎 嗯 Polo不然簡單你看一下 嗯 你可以看一下 有哪些東西有被那個 是哪些 嗯 你先看一下他的Component 應該說Component有分兩種 一個是ContainerComponent 另外一個是 不一般的Component 那 ContainerComponent他會去接收 那個Store 通常他會Connect去處理 你看一下 他這邊有沒有分兩個Folder 在Component底下 Component底下 這邊嗎 對 你先把他關起來 他有分什麼嗎 他 他有沒有另外一個 Container的那個Folder 沒有欸 Container好像 在這邊都沒有看到 有Reduce啦 沒有這就是Reduce 我看一下 Container 嗯 或者 看一下 你切換給我一下 我找一下我的那個 一些 以前做過練習的結構 你們看一下 我先找一下 讓我先找一下 讓我先找一下 喂 有有有有 有有有 那我這個是 那是那個 從Reduce光他們直接 你可以看一下 可動下來的東西 那先看一下 Todos Todos就是昨天那個 昨天 Polo在講的部分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從 最前面的部分 開始 這Todos它是基本上架構 是這樣子 那這個城市的進入點 那前面的話 原則上你們要看大概 就從第四行 還有這四行開始 這個東西的話 本身在之前的練習 我們Reduce可能還沒講到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Reduce 這個是Reduce Reduce Reduce 剛才Polo講說 它本身是那個 它是一個管理State的容器 就對了 那另外第四行 Reduce 是說 我們把Reduce跟Reduce 結合 利用這個套件會很方便 它會幫你把一些 長的東西都把它整理好 你就直接使用它就好 那第六行的話 這個就Reduce 直接看一下 那從 第九行 就是這個Standard的部分 你要創建一個 App的Store的話 我們就是把CreateStore 把Reduce 輸入進去 就可以放進Store 那從第七行看 就是整個七手式 當你引入 React Reduce 之後 七手式就是我們會把 那個最上層的 這個component 然後我們用Provider包起來 然後Store的話 它就可以傳進去 然後之後 我們就會讓所有 App以下的東西 在適當的時候 你就可以取出 Store裡面的東西 那接著我們先看一下 component部分 一般在Reduce架構下 他們會有兩種component 一種是它有自己State的 就是App一般會稱為container 就對 另外一個叫component的部分的話 他們一般稱之為叫present 好像presentational component 就是它只是很乖乖 就是人家傳什麼東西給它 它就那個執行就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的 看比較小的 像todo todo應該是最小的部分 todo最小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 它連class都不用寫 從第三行開始 定義todo這個component 它其實只是一個function 它只是接收 副成傳的資料 它就忠實的呈現 那這種東西 他們一般會放在component裡面 那另外就containers的部分的話 它本身就會有 它會需要 怎麼說呢 會 會 可能要動到 我們先看一看部分 最簡單的分法就是說 你看如果說它是 一個container的話 它格式固定的 會用connect的連結 就是在 在這個地方 定義你這個component 但是你會發現它在後面 會用connect 用connect它其實就可以去 取用到那個store裡面的一些 資料跟method 就對了 那這個部分可能 我到整理的時候再跟各位說 那只是粗略是可以這樣看 了解 那我看這個 這可能比較不明顯 看一下這個 我們先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刪掉 所以說在container部分 你會發現它本身都會用一個connect的指令 然後去 就是它會把某一個component 附加一些功能 connect會把你需要附加的功能 加進去 像我們可以看 第十句好像附加了什麼 附加了這兩個東西 這個直觀看其實就是說 你會把store裡面state 取出你要的proper 當作我這個link裡面可以直接使用的部分 那第21行的話 本身它就是把一些dispatch的部分 當作我這個link裡面的proper 是可以直接用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不好意思 我這邊沒有講很清楚 那就先還給Paul 有 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我昨天晚上有在看後面那個章節 然後再講那個 然後再講那個 我剛好離經了一下 所以說 這個就是以LALUR 你剛剛的語力來講說 是content 這邊把相關的網址傳給你 嗯 嗯 你竟然不能搜尋 啊 補作菜圈後面好 它其實它裡面有個章節在講這個卡 在那裡 可是那個幣號有點看不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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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文字放在文字幕上 Polo 我有傳了一個中文的解釋 但我還是覺得你盡量還是去看一下那個原文 因為有時候翻譯會有一些出入就對了 Polo 你要不直接開剛剛我傳給你的網站 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有兩個容器組件的部分 它本身就有一個叫 Component有分成兩種 一種叫Container Component 一種叫Representational Component 就是我剛剛講的Container的話 我們就直接剪寫Container那一塊 下面就大概區分它的功用 它們區別啦 容器組件 這個就是一般的 右邊就普通的Component 哦 一個是有呂大使的一個是沒有呂大使的 是這樣子講嗎 從呂大使取得State 這邊沒有啊 這邊只是從右上往下 就是好像是基本的Reator的用法 這邊是透過 像你剛剛那個應該是 我這樣好像沒有看到的 有喔 你那個什麼State那個是不是 ProperateState 嗯 這邊就是從Store取出東西的意思 這State就是Store裡面State的啦 一個是從權域取出嘛 一個是從樓上往下傳的 一個是從樓上往下傳的 從Pub機簡單說就是它就是直接從 從複存 說複存 鑽給它的東西啦 對 然後container它可以從 那個State 就從Store裡面取出東西啦 嗯 那這邊兩個最大的差異就是 這邊有 一大使是沒有 我覺得我看起來好像是因為它 一個用途是說 當我Router變化的時候 路由變化的時候 它想要更新 資料嘛 那一定要有一個跟Router去做這件事情 那那個容器組件就是做這件事 那另外那一邊的話 就比較像是紙組件的意思吧 就是由跟組件再去 跟把資料都傳進去裡頭 所以 所以在我的看來就是 它其實就是分工啊 一個就是我要有一個比較主要的 去決定我 在一個頁面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容器組件 那展示組件只是把這些資 就是等於是它的 就是把這些 把這些 得到的資料 得到的資料 再全部再秀出來 嗯 對 大概就是 因為它是拿 做那個Routing 做栗子啦 因為你看看那個 第二行 就上面上面部分 你說 呃 有個 可能要下面一點喔 就是剛才 Poro你回到剛才 可能一開始停止的部分 那邊嗎 對 明智的做法那邊看的 它這邊只是拿做那個路由操作 嗯 就像 就你說其實就是最 它有最上層要管下面 下面的話只是忠實的聽 最上層的話就對了 大概這樣子 最上層的看你要需要 就是看你的業務 可能跟你的業務機也有關係吧 所以就是以你剛剛那個 例子來講的話 Todo是一個最小的元件 它就是展示 展示組件 它是每個 它比較像是UI的介面 比如說UI 有些UI它下拉選單 或是它是List 它其實是可以共用在其他地方的 只是它是資料呈現 那可是如果你是Router的部分 就不一樣 因為它可能每個頁面的功能不一樣 所以它跑出來的 它要跑的 就是資料內容會不同 哦 然後它的用途也會不同 然後它就會先 就是透過這個去做Router的控制 然後至於說裡面的畫面的 就是 元件的話 其實那些就 就只是塞資料進來 嗯 懂了 所以這邊就是container其實有分 欸 可是它這兩個都叫container嗎 怎麼覺得第二個好像就是像component 第一個對啊 第二個是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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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們都是component 就細分成contain的component跟presentation 只是 它們Folder分的時候 就是簡簡寫一個叫container 一個叫component這樣子 嗯 懂 那我再講一次 就是我理解的概念就是說 就依你剛剛那個 那個 有contain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它就接管了 全域的變數嗎 redux那個地方 你剛剛有做了一個redux的container嗎 container它不是跟兩個東西 兩個方形結合在一起 因為它這邊就是container要去接收redux那邊的store的資料 然後再藉由下面的component去接收UI的部分 對 然後這邊它就會 就是其他的component就會 根據那個root 就是根據那個container 去變更它的畫面 那等於就是一個是媽媽一個是孩子這樣 對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 就是因為react它本來就是只有一個root 然後剩下的話就是根據它的 property 去update資料畫面 所以這個container它其實就是那個root 嗯 其實container它其實是可以很多個container 有很多媽媽 它應該是說應該有點像就是它每一個 你每一個最上層它處理的是不同 你所會有可能不同的container 還有阿嬤 對呀因為container就是會跟著路由 因為每個路由代表一個 比如說一個不同的畫面 每個畫面都需要一個root 那個root就是指container 嗯 你這次以路由的觀點去看 就是 我們先可以回到那個 我們只看結構好了 那個Poro先把EMO給我 再讓我們看一下剛才的結構 剛才那個todo的結構 那它就比較沒有它就比較沒有它沒有這一套路由的部分 對 我等我一下 我們就單純只看看它結構好了 本身这个ToDo的范例的话 它本身是没有路由的 那它在container的部分的话 是分成了三块 看一下好糟糕 我这边好像没有 没有安装 没有install 就是container 应该只是说它就是可能有三个功能 就像刚刚讲最上层的话 可能就是它只是负责 会把一些需要相关资料 传给它的指程 让它去总是呈现 那以这个来说 我看一下Jason大大的部分 Jason大大今天提供范例 不知道我们这个 对不起 没找到 对不起 没找到 我想想看这个要怎么说 在这个例子里面 感觉上你可以想象 它本身是有一个页面 它本身可能有 一个input的部分 是让你add to do的部分 然后另外这个filterlink的话 我先不要看 就是我看哪边可以有画图的工具 我开个新的好了 其实可以想象 基本上在 it to do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本身就好像是 它是一个input的部分 让你可以添加 input的部分 那另外它有另外一个功能 visible to do的部分的话 它这边可能是会是一个button 那这边的话button的话 它可能会有三个选项就对了 它可能会有三个选项 那第一个选项可能是你是显示那个 显示那个 对不起 我找不到怎么推出全音 没有那个 博克林在文说现在讲到第几章 现在我们在讨论那个 content的componer 等一下 真是的 我这样一团乱 它可以显示是未完成 未完成的部分 现在只是在讨论那个 它有分那个 两种component 一个是container component 一个是那个 另外它可能显示 以完成 在它的范例是这样子 可能第三个是全O的部分 在我印象中就是说 因为我看一下 因为在to do这个范例里面 它本身的store 可能至少存了 两个property 一个是to do 就是我们先回到最 我们先想想看 在例子里 它store里面的state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想想看 它的state 对 形态好像是这样子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它可能会有两个 两个property 第一个可能是to do 我们今天应该从这边来看 它本身它是存一个ray 它里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你的代办项目 它可能有ID 然后一些文字叙述之类 可能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是 我会有没有完成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刚刚讲的 feasible的部分 这个东西它可能只是储存 你刚才我第六行部分 它要显示的部分 到时候 大概印象中就是 它上面这两个业务逻辑 它会给两个container去处理 然后在to do部分的话 等一下 在to do add to do这个container的部分 它原理上应该就是在处理 to do这个分子的部分 然后再把相关资料 会丢给它下面的 直component 下面直component可能会有 to do list 然后收到之后再传给 最下层的to do的component 然后它们只是 就是在container底下的部分 它只忠实呈现 container传给它的资料 那另外这一支一样 它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它只是可能会把一些不同的业务 把它分成不同container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刚刚那个Visible那也算是container吗 对因为在刚才结构里它也是算container 所以说它也是要做Connet的东西去抓到上层 他们都是用Connet去连接 就是说你不下也可以 如果你的业务很少你只需要很基本东西 那你就不用下 它好像会预设一些东西给它 但是你要取得你比较克制你个人想要的资料的话 你会用Connet去把它传入你需要的一些可能State里面 或者是一些Dispatch的东西进去 OK我懂了 这个Polo你之后看因为你今天会看嘛 应该就会比较清楚了 我这里超久以前看的 我昨天有看啊 可是那个地方我就看不懂了 不过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对啊其实应该就是像你讲的那样子 其实就刚刚那个文章也很清楚啊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就是在母物件嘛 它一个是植物件的那种概念 母物件可能有很多container去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container应该就是只能包Componer吧 还是container应该在包Componer呢 就我想法应该container只会包Componer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可能要看一下更多的事情 因为目前比较基本的例子大概都是 container的下面应该都是Componer 因为如果是照你这样讲的话 container它就是直接抓到 Lidus给它的最上层的资料了 就理解可能container可以想到它某个 业务分支的最上层吧 可能可以这样看吧 没错 那这个部分就很清楚了 ok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展示嘛 来看这个POOSTATE的架构好了 嗯 看一下 喔刚刚GIMS還有穿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 喔对啦对啦 嗯 嗯 所以这就是像TODO的那个最底层的 它是接收到Proverbs的资料 那如果是containerController的话 就对啊 所以这个概念好像还不会说太複雜 只是之前不知道 好 妈妈 孩子 ok 好 用白话文想 要贴妈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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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后来周杰倫回出来大屁股 嗯 所以说 那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是 它有一个provider 去做 管理吧 如果印象中没错的话 如果印象中没错的话 对它就是 嗯 它这边就是最上层的部分嘛 provider最上层的部分 然后它就是根据你的 那个 那个 你的Louting是什么东西进来的时候啊 那 前面这个component 目前理解的啊 都是 你的网页的外框 外框 外框的部分 那个Polo 可以回到上一页吗 诶 你说 所以你看一下第七行的部分 第七行 第七行的provider 其实就是那个react reduck提供你的 嗯 所以你靠的第七行 你把 你把最上层的那个 root component 丢进去做 它就可以那个 它就可以帮你 把react跟reduck 做得很好的链接啦 它们固定你的七手势都是这样子 嗯 就是你刚刚demo那个部分 你看到所有翻例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 第七行 包住你的root component 嗯 对啊 这就是一个 我刚刚在最前面 就是好像有讲就是 APP的部分 就是在整 Hariro的部分 然后你看它这边有一个 很 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它有一个 这个 它包了一个 雨系档进来啊 嗯 可是我这边怎么没看到 那个 嗯 嗯 它不是在这儿吗 哦 在这儿 它这边又包了一个 雨系档进来 然后它这个 它也是一个套件去做管理 那这个 语系档 嗯 你们有兴趣听 语系档的部分吗 好 好 要 对啊 因为刚刚有讲到资料库了 啊 可爱端也讲完了 那 Grevo Seiko也提到了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其实应该就 剩下 Action 跟Reducer 还有 那个 语系档 这三个东西 那讲一下 语系档好了 那 语系档它在 呃 你可以看它的 Document 这边 我们那间公寓的时候 它有一些 呃 小小的地方要注意一下 嗯 基本上 它在Webpack Webpack那边 它就已经帮你平衡好了 那 器材已经帮你打开了 你就不用特别去打开 要不然它是说 你要加上这一行 它的那个套件 才会生效 然后 在那个Locals这边 OK 你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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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系档在哪 MatchG 好 MatchG 是你 你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的部分 这个你不用去 特别去用什么东西 那应该是在src w 所以你今天想要新增一个 台湾的语性 就是dh 那你在做 那个 MPMSTART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产生出来 MatchG 这就是语系档的部分 它在MatchG 这边就会帮你产生出来 咦 哪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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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错诶 不知道改到什么东西 就是 有 DX C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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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有多有動作這麼改善 我先翻譯一下 好吧,我來這邊有動作這些東西 基本上它就是在Message裡面會產生一個檔案 希望可以成功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眉稿 就是說它需要你去你修改的時候 你再跑一次那個NPM Start的時候 它會把你的這個檔案給蓋掉 你這邊如果今天有修改了 那你今天再跑一次NPM Start的時候 沒關係,那我用講的就好了 它就會把你給蓋掉 那這邊有一個小技巧就是你要Commit一次 它就會把你這個東西記錄下來了 這個我覺得還蠻妙的 然後它這邊也有提到說這個部分 它現在沒有講到 你必須要Commit 沒有提到 好,因為我們之前在測試的時候 我們就改一改啊 然後要發布的時候 就會遇到問題 那原來就是你沒有Commit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眉稿這樣 那 多國語氣就講完了 因為它也沒有其他很特別的部分 這樣子 好,可以看的是它的用法 在它的Component裡面看 譬如說它的 Head好了 好,它就是會有這三個套件進來 好,從這邊弄進來 那你這邊是預設值的意思 你就是說 如果你在裡面有一個小眉稿 你的翻譯檔裡面沒有的話 它就跑這個東西 好,那如果有的話 你就是用 點的方式把它點出來 譬如說那邊是用什麼 Message 這樣子去把它點出來 然後這個Format的Message 我就 嗯,應該是貨幣那些東西的一些用法 這個我就都還沒有用過 所以不知道 那翻譯的部分就講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 Action跟Reducer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 我也都還沒完 因為之前 Action對Reducer的概念都還不是很熟 就是這幾天有在看 看那個影片 才慢慢慢慢的熟悉 那Action就是要設置那個 Dispatch的地方 可能到時候 看看Max那邊 還是 等那個James或者是Rari 這邊再來做分享 這個地方我們可能 還沒有辦法開始看 可能要等那個讀書會的Reducer的部分 看嘛 因為他這個地方已經有講到非同步的部分 這個嗎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 package的部分 就是最外 最上packageJson的檔案一下 他本身有一個 那種Reducer的 一個 你用最上層嗎 對,最上層的packageJson 因為他這已經有一些 牽扯到非同步的部分 你會看到他Reducer的部分 有一個 42行 因為你可以回到剛才的那支 Action裡面 我就簡單看一下就好 對 因為我上次有跟Max 在討論 創作的部分 我們那個部分都還沒有去設喻 對,那 你先回到 對 滾到最上面 我們簡單 簡單慢慢看好了 所以我看一下 一樣 就是他固定格式上面 是引入一些Content 然後從第18行看起來的時候 對 那你會看到他 在我們那個 這邊都是在定義 類似那個 Extribution Creator的部分 但你會發現他回傳的 不是 就不是一個Object 他其實是一個Function 2跟Force 我說你回到最上面看一下 就事實上第19行是他 在return的東西對不對 他其實是return一個Function 他就不是以前我們單純那個物件的形式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涉及到非同步的東西 那你可以想到時候 我們可能會 Dispatch這個東西出去 那原則上 Reducer是不認識他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Middleware 他這邊是用那個 RedactSync 他可能會先交給那個 RedactSync 處理之後 所以照理說 在19行這個方式裡面 他應該還會 Dispatch一個Action 你可能要找一下 這可能是在33行的部分吧 這邊嗎 這個部分就是 當你非同步的事情 處理完之後 你可能需要去發 Dispatch通知就對了 那可能Sync就會幫你 處理他可能會 在適合的時候 幫你把這個 Dispatch 觸發這個Dispatch 哦 所以這部分 算是Middleware的部分 就是因為這邊是非同步的 所以我們需要 加入一些Middleware來處理 那通常就是可能 最主題是RedactSync 現在好像比較流行用 那個RedactSega 他們不知道Sega還是Saga 我不回應 就Saga這樣子 Saga吧 打電動的那個Sega Saga 好像就Sega 就RedactSega 就是他們現在好像 比較流行用 RedactSega 因為RedactSega 可以用那個 Async 好像可以用 Dreader的方法去做 然後功能強大 嗯 他這邊是傳Payroll Payroll 應該就是 算是網路傳輸的 那個 直接Query 對 他這邊是 他這邊是直接 算那個 Wareful Query 對 這個地方就是 你想像就是 你從後端撈資料 這是非同步的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發一個Dispatch 就是 發一個Dispatch 大概就這樣子 那就是說 你把這個整個過程 你不要自己來 就交給RedactSega來處理 這樣子 嗯 那比如說 我今天照他這個方法 我自己要寫一個Action 去觸發到我的後端撈資料 那我要怎麼模擬它 比如說 我今天我想要新增一個 我想新增 我打完資料了 那我要寫一個 寫入資料的話 嗯 就是那個 Poro你可以就是 你現在 開個新的 你就是簡單模擬 今天要 在跟後端撈個資料 那你會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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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是 你是做我這邊嗎 那你就是 這邊也是寫一個Fetch 或什麼之類的 方式好了 就想簡單的模擬一下就好 好 我先找一下他的範圍 然後再撈個號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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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寫好了 那我是要寫 我現在要做一個Create的 那個A型的動作 那個Create的動作 那個Create的動作 那我是不是要在這邊先 import 或者是自己定義一個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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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用一個 那 或者Polo 你這邊轉給我一下 我試著想想看 因為這個地方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就用我的 想法 想想看好了 好 你可以用剛剛那個範圍來講嗎 嗯 其實因為你 其實有時候就是簡單一點 就是今天的話 假設我就是有一個Function 就是那個 H data 就是它本身 你可以想成它是一個非同步的東西 就是 如果今天你可能就是 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URL之類的東西 先不管 那就是我們想像中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 當你那個 接收到 Data的時候 假設說你今天會那個 得到某個Data之後 那我們可能會需要它做 嗯 就是當你接到它 我們可能會需要做 對這個Data做一些處理 然後 就是我們可能會 做一些事情 嗯 就是你先把這些事情做好 那 事實上的時候 那我們 因為在那個 我們大架構下 你需要去觸發個事情 所以我們可能會去Dispage 東西 就是我們想像中 就是當你一個非同步的事情做完之後 那接著我會要Dispage一個Action 嗯 對 但是因為這是非同步的東西 所以它可能會不希望你自己這樣做啦 嗯 把它包在一個東西裡面 就是 這個東西 就是 希望你會把這個Function 就是 他們就稱這個Sunk吧 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的時候 你就把它寫 也是類似一個 寫一個Action的樣子 這個就有點像是Action Creat的樣子 然後你去Return它就對了 它的意思大概就 有點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變Return Return你這個Function 可以嗎 嗯 所以原來的話是你自己去發個同步的 寫一個同步的Function 但它可能希望你就是 把這件事 交給 別人管理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某一種 異步的Action 就對了 那這個東西 什麼時候發這些事情 那個 Dispage會幫你處理這樣子 那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用Dispage Sunk的話 就不用再用 Assence 它都直接幫我們 弄好了 還是我們還是要這樣 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是D5行的部分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把它寫好 那只是記得多一件事 把它包到一個Action裡面去 包到一個Action Creator裡面去 哦 所以說我的一步同步已經在做了 那只是說 Await的那個Resolve 還沒回傳 所以這個Resolve 的部分就是交給Trunk去做管理 對就是你寫出你要的 執行的事就在這一行 這個東西你平常怎麼寫就怎麼寫 然後記得多一個步驟 把它包裝一下 然後可以上個處理這樣子 嗯 可是我的問題就是說 呃我們不是要新增很多那個Creator嗎 就是要去給前端去呼叫嗎 就是 就是讓前端去Dispage 比如說我今天要出發 就是Dispage 那我那個Dispage那邊我應該要怎麼寫 那我那個Dispage那邊我應該要怎麼寫 比如說我今天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Dispage 這個是H嗎 然後 但是在這邊的話 我 因為我現在的困擾點就是說 我今天要怎麼在它這種環境之下 建構一個東西讓我去 去給前端去用 去給前端去用 是下這個的 setLocal 是一個Function嗎 然後它就會去幫我Dispage兩件事情 喔不是呢 這是同一件事情 它這是Start然後成功 然後 成功 再L 所以那我就定一個Function就好了嗎 先定一個Function 然後它就把我組裝起來 這個地方還沒有攻略 不過 達旅剛剛有補充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這些 非異步的啊 就是要用那個Trunk下去跑 那 這邊好像也沒有用到Trunk 這個 這個 上個你要看到是在那個 container的部分 它本身會用 或者你先看一下那個 config store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container componer嗎 因為我們這邊看不到container 我們直接看它store 你看它最上面的檔案 不是有個config store 是在什麼位置好了 在Client端的時候 我印象中 你好像 Client的那支檔案 它好像有一個叫config store config store 我在哪裡 這個嗎 在store這邊 就是7行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把一些middleware加進去 第2行就是 3個 對 對 對 所以到時候它就會那個 它就可以加入middleware 可以讓一些它不認識的東西 先經由middleware處理之後 然後換成它認識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middleware就是在處理那個 延遲的部分嗎 就是一部的部分 應該就是它 每個middleware的功能不一樣 它有些是可以幫你打印日誌 但它上面有個叫那個 reduxlogger的部分 logger就是幫你打日誌的部分 真的喔 對 真的咧 所以說我這個可以 同時加入很多的 對它可以看破 對它可以加入很多個 那本身那個reduxlogger是處理 可以讓你發非同步的action 那比如說我今天把它都弄進來了 那我要怎麼去看它的 比如說我食物上在用什麼去用到這個東西 就不用理它了嘛 就這樣設定好 那比如說 以它的規則來講的話 它就是 比如說它這邊就開始發了嘛 它是用一個action的方式去 這樣子 去撈資料 那這個也不算是一個dispatch 它就直接寫實的去撈資料 那如果我要出發dispatch的話 好啊 那怎麼去處理 這個我想我們一樣 可能就等redux整個那邊 不會 會比較更清晰 好啊 先把那個 jams先拉進來跳坑 要jams先去 去把我們碰地雷 哈哈 沃克林 昨天不是有在看那個reducer嗎 reduce reduce 哈囉哈囉沃克林 你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心得一下 什麼心得 我分享心得 攻略啊 對啊你攻略的心得 對 對 你分享一下螢幕好了 喔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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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這個是這一段Core,我用雙螢幕耶,這樣子你會看到什麼? 螢幕都有看到嗎?還是只有看到一個? 就看到的Core跟一半的視窗 所以看不到另外一個螢幕是不是? 對,看不到另外一個螢幕 所以才裝雙螢幕搞變清楚 MAC怎麼雙雙螢幕?只是筆電嗎? 對,雙螢幕就是直接把螢幕的螢幕插上去 所以它網卡本身就有支援就對了 對,它直接可以雙螢幕很方便 插去就好 然後就看到它講到第17章這一段 然後就是現在在設 我好像在這邊吧 看一下 喔,這樣咧 對啊,就翻到這邊了 好,沒頭沒尾,不知道叫什麼 沒有,就是要分享那個Reduce的那個 新的分享 那就是你不是有傳一篇文章嗎? 好像是第16章還是第17章 好像是第17章 有講到那個 喔,那是Reduce 你說那個,對啊 因為你那邊 你的風格那邊寫 就是 就是好像寫錯了吧 就是它那個Reduce 是那個Arrow的內建方形嘛 然後 在這邊講一下說 應該是內 應該不是它 不是Reduce的東西 而是 那個Arrow的內建方形這樣而已 對啊,在哪邊啊 好像在 喔,對 Polo,你可以替一下 你昨天就是有提到那個 用 就是Arrow的Reduce方法 去處理那個 多國語系的那個 網址在哪邊 你可以再傳一下 你是說昨天嗎? 對啊,你昨天不是 講到Reduce 然後有介紹到說 它可以處理多國語系的 喔,OK 喔,那個寫的 那個寫的還蠻清楚的 蠻簡單的 看看 有 我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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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 OK 穿了 OK 見識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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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這個東西 我記得你好像昨天好像也有PO一篇文章是REDUCING的 我稍微看一下 Po哥 Hello 我可以等一下講一下我就是整合昨天你們講的 喔好啊好啊 好啊 先發面 先發面 太好了 有看到喔 有 好 那我是加上昨天Lary講的啦 然後我是有 就是我把這個講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 一開始寫 我們不是會用到combine reducer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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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喂 有聲音嗎 有有有 對啊 我們 我有寫那個步驟啦 對 我就說 我們因為這邊combine reducer 我們上面等一下會看到 對 我們一開始可能會寫 就是要 建立一個store 我們可以這樣子寫 講說我們有comment poster author 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樣子寫 然後其實就是會扣到上面的這個combine reducer 然後combine reducer我就寫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 這個reducer就是我們這邊寫的這個object 這個object就是這上面它接收的這個reducer 然後它會return return一個function 然後是要準備再接兩個參數 一個是state 一個是action 那我們現在這邊的話是還沒有給的 所以它其實 這邊的root reducer它其實是一個function 然後我們接下來我們會去create store 然後把這個root reducer丟進去 它其實就是把一個function丟進去這樣子 丟到這個create store這裡面來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create store是怎麼寫 然後它這邊就接一個root reducer 然後我們這邊 其實它我們就會在這邊定義一些 對 我們會在這邊定義一些store的方法 像dispatch的啦 get state的啦 應該還有那個什麼 就是什麼subscribe的那些啊 我沒有寫上去而已 就是 然後它這邊會回傳一個object這樣 所以我們的store其實是一個object 然後它有一些方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看這個5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的話我們就會這樣子寫 就是說我們創造一個action 然後這是type嘛 然後這是我們要丟進去的參數這樣 然後我們就會 因為我們最終這邊拿到第三步驟 create store是拿到一個object 然後它裡面擁有這個dispatch這個method嘛 所以我們可以對store進行dispatch 然後把這個action傳進去 那傳進去其實就是會到這裡面這邊來 那我們這個action呢 這個20行這個action其實就是我們這邊這一段嘛 就是type啊 add command 然後這些數字就會傳進來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就會把 我們的 呃這邊 我們會怎麼樣 這邊會拿到 我們會把 我們如果今天是 我們會把state傳進去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APP的state 目前的state 有時候 你如果是初始化 一開始應該是空的 空的 那如果你是今天說已經有dispatch過東西的話 那這邊的state就是你目前當前的state 然後還有我們剛才傳進去的action 然後這個root reducer就是我們最一開始 這邊產生的嘛 那它就會回 回到這個我們上面來這邊這邊 因為剛才我說那個root reducer其實是一個function 它準備接兩個參數嘛 一個是state 一個是action 那就是從透過這邊傳進來的 那這邊我們如果 一開始是空 如果是初始化的話 這邊就會是拿到 預設的值 就是一個空的object嘛 那我們 那我們這個action就會傳進來 那這邊就會到那個 它這邊reduce的這個部分 那這邊的話 它其實它的 它最終產生的效果就是像我上面這邊寫的 它就是 會把我們把 我們在這邊定義的這個object的key拿出來嘛 那我們這邊的key就是command post author 拿出來 然後塞到這個 它是一步一步啦 我只把它直接簡化出就對了 這邊原本是空的 那它 今天就是會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 然後 把它就是像是新 把它放進去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空的object之後跑完這個 這一段的話就會變 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它會有這三個key 然後呢它會 他們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第四行的這一段 reducer keys key 然後state key action 就是它會分別幫我們把 這個state帶進去 還有action 所以我們 如果今天display取一個action進去的話 其實是所有的reducer都會跑一遍 它每一個reducer都會去跑 然後 所以我們這邊最終就會拿到一個新的state 就是 新的 跑過的state 然後 然後 那 它就會 放回來我們這個queenstate這邊 然後 今天我們就會 透 可以透過這個getstate 其實它getstate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getter而已 就是它returned currentstate 那 我們今天 如果 用store 然後getstate的話 就會拿到這個 currentstate 就是它整個的流程 我一直有個好奇 就是它 嗯 它company reducer 然後跑了三個 那個 就是command 就是auto 然後那個什麼 你剛剛定義那些 然後它不是 它整個 它不是整個 它就是它eturned 是每一個一個一個 丟進去去 做判斷 那假設說 每一個都去跑 每一個都去跑 那假設說你 以後 你的轉戰 越寫越大 你的程式 價格越來越多 那不是會有效能問題嗎 我只好提這個而已 你說它switch 它每一個都跑這樣子 對啊 它現在就是 它這樣每一個都跑 它斷 然後 reducer有二三十個的時候 它不就是變超慢了嗎 這應該是 Iglow的那個東西 把 用疊代的方式 因為它有Nexus Day 啊 欸 這邊的話 應該會用疊代的方式 才可以寫 欸 拉宇這邊 這邊要怎麼講 其實這我要不經驗 或者說 那如果說傳統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 業務邏輯越複雜 不是會跑越久 那因為 本身你reducer 是處理不同業務邏輯 那它可能只會說它 有興趣action 那所以你可能大部分的時 很多東西它都不看 就直接跳掉 因為可能switch的速度很快 而且 而且其實它並不會檢查所有的type 啦 像例如說你to do的話 你可能只檢查 那個 就是那個type是 是那個 add to do的 其他不關鍵 它都直接就忽略掉了 就是直接return 那個default 對對對 它應該是 並不會做那麼多事 然後 好 OK 那假設action 就是判斷很快的話 那另外就是subscribe的 就是它做那個UI的更新嘛 那相對的 它也二三十個的時候 那 那 會不會也是 它每一個都要更新一次嗎 還是 不知道 我後面沒有去實作 就是 subscribe的部分 我記得我們是不會直接使用的嘛 對 我們不會直接使用subscribe 而且你剛剛講的UI rhythm部分 應該只是說你一個action的話 它真正會變動的 可能並不會所有reducer都用到啊 因為它 它是全部東西架構在一個store store底下 在一個樹狀結構嘛 那你一個action觸發 它可能只會 通常 我猜一個action空空 通常應該只是會 改變少部分的分支吧 那至於你說render的部分的話 那個reactor會幫你做 就是你用 reactor會有一些幫你做一些性能處理就對了 應該是在connect的部分 對 connect是它會更優 它可以甚至就是幫你 你連那個什麼shoot update 那些都不太需要自己動 對 因為我們最終還是回傳一個 就是全新的一個object 就是state裡面過去嘛 然後它 connect的部分 它會幫你判斷說 你是不是 接收了這個部分有更新的話 然後它就是更新 沒有更新的話 它就不會 做那個頁面的刷新這樣 如果connect 它會可以做 就是要更新哪一部分 要更新哪一部分 這樣就好了 對啊 那時候我今天早上有在看 connect的那個 它的function是怎麼寫的 它裡面就是有 因為我們是透過connect 把那個redux的資料傳到那個 傳到react裡面嘛 對啊 我們是透過那個react redux嘛 這個東西來把那個redux的資料 傳到我們react component裡面嘛 然後它其中裡面就有提供方法 就是叫做connect嘛 就是這個 這邊connect 然後它這邊就會 把我們要的資料 給傳進去 然後它這邊應該是會進行判斷 這邊應該是有update 看一下 對應該是有compromat update這部分吧 你看它有沒有寫說這個 它去判斷說這個pub是不是change 有聲音嗎 有有有 對 它這邊connect有幫你做掉了 就是說它會去幫你判斷說 你今天接受這個 從store裡面拿出來的state 是不是有更新 沒有更新的話 這邊returns false returns false的話 你的component就不會更新了 了解 對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connect 會跟這個有關係就對了 對 對 因為我們現在剛講的那個部分 都只是redux的部分 嗯 那我們現在是要把redux的資料 這個很好用 上次看拉育用覺得很好用 這邊都是redux的部分 那我們要透過 把redux的資料 塞進去到react的話 就是要寫 就是要透過connect 那我這邊有大概寫一下 那connect的方法 那connect它其實也是這個 high order component 那這邊我找到一張圖 講得很好 就是說如果你 把component加上high order component的話 它其實就是 會把你的原本的component 再加一些其他的東西這樣 然後像這個provider 我們可以直接看那provider的代碼 就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邊不是會這樣子寫嗎 代碼之前都是會這樣寫的 那provider做的動作它只是 就是幫你把這個store 變成contest 就是變成 contest算權域嘛 就是只要它下面的children 都可以透過這個contest 去拿到這個store 這是provider它提供的一個方法 對你剛剛講 所以說它的權益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透過這個 這邊有一個定義 就是by adding getchildrencontest and childrencontest by 這個parent 就可以 它的下面的那些component 都可以透過 透過那個contest 去拿到這個你定義的值 喔 對 對 這個就是在官網寫的啦 所以就是我們這邊就是 我剛剛這邊寫1嘛 如果我這樣子寫 那 這邊 我們透過定義這兩個東西 就是一個是定義這個getconest children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寫它的這些type type的一些驗證嘛 那我們就可以 它下面的children 就是這邊 這一段的話就是 我們這邊今天是塞的app 那它的children都可以拿到這個store 那children要做定義嗎 還是只要做connect就可以了 對 下面我們就會用connect 去把這個store拿出來 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看下面 因為我們不會直接透過list contest去拿這個store 我們會透過connect 然後connect我就整理了一下 大概是長一樣 就是 我再貼一下 就是我們不是今天會這樣子寫嗎 嗯 在剛剛哪裡有一個stemon過 這個我們會mapStateToProp 跟mapDispatchToProp 那其實我們寫這個mapStateToProp的時候 是這樣子寫嗎 mapStateToProp 然後它其實是在準備接收一個東西 等一下喔 它其實是在準備接收一個東西 叫做State 這個State之後 我們會透過connect傳進去 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我們就會回傳東西嘛 可能什麼post嘛 然後從這個State裡面拿嘛 這樣子 然後我們mapDispageToProp也是類似的 類似的定義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拿到Dispatch 然後我們會做一些東西這樣子 看你要定義什麼東西 可能是add a post吧 那你就會可能是這樣子 Dispatch 然後一個Action這樣子 可能就是這樣子吧 你也都忘記怎麼寫 沒關係 然後把你的那個post的傳進來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這是第一步啦 通常會 這邊會是一個container 我們會透過container 它是一個檔案 然後會這樣子寫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找一下2 找一下2 2在哪 喔2的話 這是他們的 他們官方的網站的 寫法 他們最終會透過 這個 function 把這些 我們剛剛 下面傳的這些proper 這些傳進去的property 把它塞到我們這個app裡面去 對 然後其實就是它中間這一段 那它中間這一段 重點就是在 在這邊 看一下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說 剛剛不是說 今天我app都可以拿 拿得到那個 透過context拿到嗎 就是它下面的東西 都可以透過context拿到 那它這邊connect的 就是透過這個context type 去拿到我們的store 對 它就是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拿到 這個 這邊不用管它 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透過那個context的 去拿到store 只要你是在那個 那個下面 在那provider下面 你都可以這樣透過這樣拿到 應該如果 不要設定那個type 你拿得到嗎 這個嗎 對 這邊你不設定好像 它寫說會拿到nure 欸 可是那不是在 防待用的嗎 還是它是有強制轉型的那個感覺 這邊好像 這邊的部分可能就是 欸這邊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耶 可是我通常好像你要拿的話 都會這樣子寫 這邊有可能要查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拿到store 然後 它這邊就會 這是connect裡面喔 connect裡面就會幫我們 把state拿出來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 這邊有寫說 map state to prop嗎 然後我們這邊要傳一個參數 叫state 那它在裡面就幫我們傳進去 就這邊 它就在這邊幫我們把store裡面的state 傳進去 所以它這邊傳進來的state就是 你整個APP的state 然後你自己去過濾嘛 看你要什麼啊 你要post你就去拿post 你要拿comment 然後我們這下面這個也一樣 這邊就是 我們今天缺的東西就是dispatch 因為我們要dispatch action出去嘛 那它這邊就會幫我們把那個dispatch傳進來 那它這邊就會幫我們把那個dispatch傳進來 對然後 這邊是它這個connect本身的一些property 然後它最後透過剛剛我 透過這一行把那些property都merge起來 merge起來 就是變成一個object 就是這邊這一段 變成一個object 你剛剛第三個是什麼 哪一個 第三個嗎 它這個不是本身已經是connected的東西 為什麼還要property 你說 它這不是最上層的嗎 就是剛剛你往上拉一點點 對對對 就是這邊這行 這行喔 這邊這行不是listproperty 它它等於說 它 這是connect本身的東西 喔喔喔喔 就是把它自己的變數 定義成patch 那個patch 往下傳這樣 對對對 它可能還要再做一些操作 就是它connect本身 因為它這邊 我有省略代碼 可是它還有再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喔 等於說listproperty 你這邊其實是沒有寫出來的 對對對 是connect本身的property OK 所以我們剛剛透過這一行嘛 就是default merge props 就是上面這一段 把我們剛才要的 props 都全部傳進來了 就是merge寫來了 然後最終它就是透過 它會 它自己 這是它 那邊的寫法 它把我們的 APP嘛 我們APP透過這個方式傳進來 APP就是會從這邊傳進來 wepper component裡面傳進來 然後透過它把我們 它使用create element 就是先把 這是我們的APP 然後再加上 後面的那些參數 它就等於說 像我剛剛那張圖一樣吧 就是 component就是我們這邊的 這個wepper component 就是我們的APP嘛 然後這個high-order component 就是提供我們一些 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缺的東西 我們缺dispatch嘛 然後我們缺整個container的 整個APP的store 它都把我們提供進來了 然後最終我們把它兩個merge起來吧 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component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把它resend出來 那它就這邊 這邊就可以render 對啊就是到最後就會變成這樣 它把我們的APP加上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最終產生出這些 產生出我們component 然後加上一些其他的function 或者這些data這樣 欸你剛剛講的是 以 是直接是講connect裡面的 程式碼嗎 還是它是 一個container的東西 下去 去connect 這是一個 這是connect裡面的程式碼 哦 okok 對 我是直接看它裡面的代碼 這是connect裡面的代碼 然後把它簡化 哦 okok 因為它還有加一堆有的沒的 這些東西我都忽略 所以我們之所以會把 mapStateToProp 跟mapDispatchToProp 丟進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缺了 State跟Dispatch 因為我們本身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對 container 我們connect會提供State 因為它這邊透過這邊拿到 透過我們的context拿到 然後幫我們塞進去 然後它 因為它也拿到 它拿到Store 所以它也會有Dispatch 所以它會把Dispatch 塞到我們這邊 那這樣子 然後最終它再把我們 把這些東西參數 merge到這裡面去的感覺 所以我們的component就會有 我們上面這些定義的props 對 這邊有什麼問題啊 其實它那個createElement 它是原生指定嗎 它是Java的原生指定嗎 這是react的 這是它這邊的寫法 你看這邊 這邊寫 然後它最終是returnList.renderElemen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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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那一個用途是做什麼 Creator這個 這個createElement 它是return 是長什麼樣子 原生 原本的東西再加上 它的剛剛新增的東西 為什麼不直接就return 傳進來的那個app就好 為什麼要重新createElement 你說它這樣子寫喔 對啊 為什麼要再特地用一個東西 這樣把它包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我說是什麼 那個 Max你可以回到剛才的code的部分嗎 這邊它這個嗎 沒有你的 你的部分 你可以在那個createElement下面 再加一行好了 跟他們看一下 再加一行 沒有 就是你 我只是針對這一行 createElement的那個wrapper component的部分 對 這一段話的意思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有點像 就是我們JSX的語法的那個wrapper 直接去那個 使用它 大概就那個意思 Wrapper 把它給包裝寫 對 你就是可能在34行下面再加強空的部分 就好 34行 對 沒有 可能要括號底下 我只是沾讀寫一行而已 還是我分享螢幕一下 還是我分享螢幕一下 我只講一下 你講一下那一段好了 原則上 如果你今天有個app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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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app 中間我就忽略了 好吧 反正我們通常會這樣rendered 可能这是很standard的做法就对了 这样写之类的 那这是语法堂就对了 那事实上之后我们要那个 我们其实要怎么使用这个component 我们是不是下这个APP对不对 因为是这样嘛 然后可能给他传一些 可能上一些东西 可能例如说AA等于什么 给他传一些 props 进去之类 这是我们标准的写法 但这个其实是他的语法堂 其实他如果你经由那个解译之后 他其实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的本子上应该就是可能这类是 可能就在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可能就其他参数 我懂了 只是这样子 那只是说你这样写的话 他其实是因为我们好写 但他其实会有些限制 但你用他最原始的写法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挥他最多的功能就对了 而且他那是reduct 他那不是react 所以他不能在里面这样写 什么意思 我说因为他这是 这是一个react-reduct的一个API 他不是拿来写那个 哦你说connect的那个吗 哦对 那不然就突然看了 他怎么就得引用那个react进去 对 他那react-reduct只是一个API 他并没有 importreact的东西 所以他不会有那个语法导义 所以他必须要用原本的写法 可是他没有 importreact 刚刚那个好像也要 那个 importreact才可以用 可能看一下那个connect的那些档案 那时候分享一下櫻木 哦 哦 这个我们讨论这个碗 碗就先吃饭好了 net喔 看一下他在哪里 这边好像有写 刚刚哪一支 你看他上面有没有import的那个资料进来 好不然有 有喔他有 他有耶 哦他直接 importreact的create element 哦 对啊 拉里讲对啊 对 你最终转成 就是那个webpack包完之后也是长这样子 也是长成这样子啊 对 那就是把两个东西 一个APP 然后一个参数 然后前面才可以用 对 要把这边把它包起来之后 然后前面才可以用 对啊 他才会变成他里面的profs 就是high order的那种 整个就是high order component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那我看你的那个教学 我等一下再贴给你们 OK 这张图还蛮那个贴切的 就是说你 原本component可能就没有一些东西 然后你加了 加了 把他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他就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嗯 那他如果有override 也会有override的问题吗 比如说 已经原本的功能 他就把它盖过去 override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应该是应该是 应该是别人看到那么深 因为我是发现有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边 因为他 诶看一下 因为他 你看他这样的写法 嗯 他这样子不是等于说 object 然后点点点的话 不是等于说 后面的东西会去 盖前面的吧 对啊 如果在时候想说 诶为什么他不是这样写说 他这样照顺去排 State properties 然后Dispatch to parent 为什么一定要把parent 排第一个 哦 诶会不会 会有覆盖的问题 所以 parent是最原始的状态 那后面就是我们要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去盖过去 这样 对对对他可能 他可能怕我们 弄错 可是他是scope 应该不一样吧 嗯 最终你还是 是因为你最后会call这个方法 然后把它都传进来 嗯 所以他们三个都会 三个可能会有同样的 可能会有 相同的东西一样 对他这边改很多名字 你看如果你光只搜 Default Merge Props 只会搜到三个档 然后原来他 他会把它改名 改成Final Merge Props 然后Final Merge Props 又 又是 这些参数 又是从 Compute Merge Props 里面来的 嗯 这边就是这边了 你看他就是把 Connect里面的参数 丢进去 因为Connect里面 Connect可以拿到Store 然后他这边的话 他前面就有定义说 他把Store 存到这个State Props里面 对他把Store里面的State 把它存 存到 List 到State Props里面 对然后 他就是这样真正 真正传的 语法在这边 就是184堂这边 好那我先还给你们 对 OK那要不要先吃饭了 然后再找时间再 再来 那个 讨论那个影片的部分 好啊好 对 Megan你可以先把你刚刚讲的 王子先传过来吗 哪一个 教学 你刚刚说不错的教学 教学吗 教学吗 还有这Component那一个部分 你刚刚说好像看到不错的教学 好好好 那 因为他是 我是 好我就跟你们讲 我有买这个东西 这讲得很深哦 这个是那个 Udemy的 然后他是其中一段 我是等一下想说 等一下我把那其中一段Copy下来 然后丢在YouTube 那这样没有 没有犯法 我把它放在那个私有就好啦 我现在里面很多私有的东西 OK 等一下 这边有买 我有买这个 这个不错 螢幕放下来 不好意思 没有画面 这个 Advanced React 加Redux 他讲 讲测试 讲 Higher Order Component 这样很多东西啊 他是300块的那个吗 对 我有折下卷 等一下我给你们 就是他有讲Testing 他现在就在讲 Higher Order Component 我在看 然后他还有讲 Middleware 还有Server Side 你还没有提到 Client Side的吧 Client Side Render 对 我们这边的Render都还没有提到 我们这个Full State的Render 那边 那个Server Dunder 我都还没有讲到 这个还蛮深的 我再把那Coupon给你们 然后我也顺便把这个 Higher Order Component 我们的Copy下来好了 OK OK 我找一下Coupon 等一下 OK Now we've got the line in place Coupon的货 他的课程我买很多耶 基本上全部都买了 狂 然后看 他有没有讲到 那个CSS 就是那个HTML 样板的部分 诶 诶 你说 CSS 诶 HTML 就是上次我们不是有在讨论 那个CSS 汇入那个问题吗 他好像 他都叫我们 他好像没有特别讲这边耶 也没有讲SARS啊 然后或者是 这边是所有的Bonus 丢给你们 都是300块而已 哼 不然原价好几千 一个300块 对啊 一个都是300块 对给你们 偷偷的喔 没有来看一下啦 哈哈 对啊 这边都300块啊 10块钱的 都300块很便宜啊 可以看完 看完就很通了 他讲的真的很好 真的变300块了耶 对啊 原价好几千耶 根本买不起 根本不想买 300块就可以考虑了 而且还有练习耶 对啊 他现在 他这些应该都完结啊 就我基本上全部都买了 他有一个第九章 有一个Template的Stream 你是看哪一个教学啊 第一个 第一个连结 ES6 哦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不用 ES6 哦 没有啦 我刚刚没有仔细看到 那些什么东西 就是看到连结的点 哦 对 我是想要看那个 react的那个 template的 那个部分 那样板要怎么割啊 那可以看 可能看 Modern React react redux 他搞不好叫 哦 那个我没买 因为我之前是载道版的 载道版的 载道版的也可以啊 可以看就好了 哦 他有一个里道的缝 然后 都没有看到 哦 不好意思 对那个 那个Compone那边很伤 其实要样板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比较好 你自己哥当然是没有问题 就是丑丑的啊 你的那个 那个CSL不知道怎么拆 如果你是已经写好的样板 你要怎么去把它弄进去 嗯 真的是一个问题 把这个这个如果大家加油解的话 我们再 之后再那个 老师先再讨论这个好了 样板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那个样板 因为他的那个force data 都帮你弄好了 你就直接 照他的部分完 然后再慢慢深入进去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 好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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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好了 有没有要补充的 还是有什么要再讨论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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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就到这边咯 好 那 嗯